2月 聽本地人說 Snowdrop雪凌花盛開 代表著濕冷冬天 終於來到尾聲 所以即使現在上班 不能夠像上一份工一樣 同學同一齊放假 不過趁學校Half Turn完結之前 都走到白金漢棍的 莊園田地 追蹤雪凌花的蹤影 漫山遍野的小白花 象徵著春天 真是不遠了 令人深存盼望 這幾天也剛剛是我 翻新宮滿三個月的日子 又加上搬了新屋 賞花親親大自然 就當是慶祝了 講到工作 做人最重要是有希望 最近和雙熟的朋友聊天 都感到在英國找工作 並不是意識 特別是好像我們這樣 不是住在大城市的 要找到合適的工作 的確要有耐性 也都需要一份 屢敗屢戰的念力 就好像我的丈夫 和一些男性朋友 本來在香港 都有專業資格 也都是一家之主 來到英國大半年 忙於展開生活 搞定衣食住行 說他還沒急於找工作 不過 有孩子的 到子女在學校 社交的圈子 各樣慢慢適應下來 而手上的盆村 又越來越少 物價騰飛 於是總是希望投入職場 半職兼職都好 就算是賺最低工資都好 總比成日 只是只可以忙著家頭細務踏實得多 我的丈夫為了遷就 現在做全職的我 目前只可以找一些兼職的工作 原本他有專業身份 亦都試過面試超市的倉務員 理貨員 又去申請工業區的貨倉工作 最後找到在市內一個郵遞中心 做通宵分發郵件的臨時工 他為了日間可以照常包辦子女的接送 心口掛個勇字 就回通宵家了 記得在他第二晚 晚上九點幾出門開工 我的小女 見到爸爸離開的身影 竟然忍不住哭 他說 想到自己可以睡覺 不過晚上 爸爸就要上班 覺得有點傷心 到第二天 做爸爸的 不斷說 不辛苦 不要緊 還繼續一星期兩日 去博物館做維修義工 不過另一邊商 他都會 腎下頸痛腳軟 因為推著車 不斷來回運送大大小小的包裹 其實對做開文職的他 確實是有點吃不消的 感恩的是 他生性都是樂觀的 在郵遞中心 認識到來自五湖四海的童工 好像聯合國一樣 有人跟一班街坊 同鄉一起回通宵間 不過 就吹水不抹嘴 又或者縮在一角聊天 將些辛苦的事 都卸博交給其他的組員 人生百態 可以說是越夜越精彩 又有人 日間是有正職 不過經濟不好 於是晚上一有公開 都會晚上十朝六 這樣來賺多些錢 另外 他們早上六點下班 大閘外面 就是準備開早間的公偶 當中有不少婦女 也有些香港人 試過兩間的員工互相打招呼 甚至有港人彼此加油打氣 可以說是類中一點甜 不過 臨時工的招聘 有時未必是郵政中心直接聘用 而是透過中介的Agency經手 中介公司的質素都有參差 有些就進取些 有交代些 提早兩三星期告訴你 哪些日子又公開 想賺多些錢的可以安排加班 但也有些中介公司 闊老爛你 到了周末 也未通知你下星期有沒有工作 如果真的靠他開飯的話 都可以說是多無奈 我現在在特殊學校做全職工 也是從操所學的專業 時間、人工都穩定的 不過當然不能夠 將待遇和香港去比了 朋友都會說 你就一天都光光了 做回治療師 又或者有人會以為 英文程度不差又高學歷 在這裏工作就沒有煩惱 其實這些都是假象 首先 無論在哪個國家 職場上 有對新移民同事接納的 也都有覺得我是異類的 假如遇到不友善的情況 最重要 就是不要屈在心裏 要找人傾訴 亦都適宜找一下渠道 讓管方知道你的不滿 在我前一份工作中 曾經有同事質疑我的 英語口音不夠標準 對答不流利 還跟我的上司建議 說我不如不要做言語治療師 不如嘗試協助職業治療師 因為職業治療對語言的要求 不會好像對ST那麼嚴苛 因為這個人的說話 我低沉了一段時間 雖然明白自己 還是未熟悉英國 言語治療專業和學校的運作 但是究竟我的英文 是不是真的禁不夠班呢 我是不是他口中所言 在英國不適合做治療師呢 多得身邊的人支持 朋友的祈禱和鼓勵 我並沒有一層不起 最後有間agency找我 叫我嘗試認證另一間特殊學校的工作 就是這樣 我在新的機構 受聘做言語治療師三個月了 換了個環境 換了個機構 即使是學校 文化都完全不一樣 公司為我找了個言語治療督道 即是supervisor 他是言語治療師 也都在五年前 從澳洲初來到英國打工 所以對適應這裏一些專業行頭中 一些不明文的情況 是有經歷的 聽他分享 就知道自己遇到的 原來並不罕見 他又很有耐性感指出我的盲點 幫我解答一些關於臨床上的疑難 2月初 我就第一次以治療師的身份 培訓學校大約20個教學助理 為他們講解 如何跟自閉症學童溝通 雖然只是一個半小時 但是這次是第一次 我在英國這裏以全英語培訓 解答同事的QA和講述實例 見到同事都算是聽得明白 自己那一刻都幾感動的 一直覺得是上帝照著我 也都從被人看低的陰影之中 走出來 到下個月呢 我還要主任一場6個小時的學校發展培訓 畢竟我年紀都不小 而且我的教學同事 他們對著有嚴重溝通障礙的學生的時日都比我多 所以要我承擔這個培訓呢 我也有點戰戰兢兢 不過我的supervisor提醒 在英國呢 Speech and Language Therapist的簡社 有人寫作SALT SALT 也都是有基督信仰的 每次他說自稱SALT的時候 都提醒自己 是要幫助有溝通盲點的學生或者老師做嚴 即是根深他們的想法 使人在言語交流的時候 找到突破點 真是多謝資深治療師的過來人之言 雖然前路仍然不易走 但我都會繼續努力不懈 用心發揮一個人造嚴的作用 而我的專業協助有口難言的人 以自己的經歷協助新來英國的香港人 嗯 當我看完花之後 始終都忍不住手買了一盆Snowdrops 將花苗帶回家中 是因為想提自己 人可以失望 但是不可以絕望 當然啦 有功翻不是個個都想上班的 不過難得有功翻 就祝願大家 在工作之中找到造嚴的機會 香港人加油